那这种传统酒店跟我们这种短租行业之间 你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这里边是既有互补又有竞争的关系 我记得我在这个我参观这个Airbnb的时候 他们给我放过一张欢能片 他是说啊你看在这个比如说巴黎 对吧他把这个先做了一下巴黎的酒店的供给 然后再看到这个很多的亮的灯嘛 很壮观 然后当你把这个巴黎的所有的 飞高住宿的供给打开的时候 你就是满天繁星 因为你想其实以前这些酒店的这些供给选址 他是有一定的遵循一定的这些商业规律的 他会想这个出行大概在什么商业区 靠近某个地铁站 但是其实人有很多的这种细分性的需求 其实是完全没有被得到去满足 所以这个时候这些短租的供给是很好的补点 第二点其实还有一个本质问题是说 有一种结构性的成本优势 比如说我自己家的一个房子 那我拿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的编辑成本是趋于零的 酒店呢 就是我要请这么多人 我要有游泳池 我要有运营费用 甚至我要这个交很多税 对吧 这些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 对这两个组合起来 我觉得为什么我认为它会是一个 也许是个百分之二十一个市场份额 其实是基于这两年考 我认为它是个百分之二十一个市场份额